看看新闻吧 这和现实毕竟是两码事 我虽然很粉他 但我还是有这点理性的 那戏里他算厉害还是没错 可是走出了这个电视剧 他还是这么火呀 看了接下去这条片子 你就知道 这个秀贤哥哥 确实红的没朋友 但确实红的有道理 什么 金秀贤又来中国了 你这一趟又一趟了 还真是来得够勤快的 旁人不理解 粉丝可是永远都像 对待初恋一样有热情 千回百回地站在机场 人群中期待教授的身影 这回也不例外 来就来了吧 还带着伴手礼 手刺牛肉 冷吃兔 竟然还有烤乳猪 鲜花 气球 帽容玩具 吃穿用的一应俱全 真是恨不得 把全部家当都献给男神 他喜欢吃菜 菜肉啊 不知道 尝尝吧 期待 期待 再期待 教授终于现身了 虽然先生时间短暂 也没能拿到粉丝精心准备的礼物 不过粉丝的心意 秀贤哥哥可全收到了 谢谢大家厚爱 小生之乡 有礼了 出场短短三十秒 足足鞠躬十五下 平均每两秒就是一鞠躬 这感恩的诚意 绝对能够达满分 都说得粉丝者得天下 明星自身的言行 可得好好注意 向秀贤哥哥学习吧 秀贤哥哥也要不断进步啊 以后鞠躬可以变成 每秒来一下嘛 娱乐星天定 教授你别甩着腰啊 编辑报道 是的 看你刚刚样的 就特别想凑到电视机里去 不是 钻到电视机里 钻你钻出那是真子 好吧 希望你在现场吧 谢谢大家